一、FN P90冲锋枪,比利时FN公司所推出个人防卫武器类别的一种枪械, P90冲锋枪使用顶制弹匣,无拖设计,所以虽然枪身很短,但枪管仍有263毫米,10.35寸长,让子弹有相当高弹速。 二、FAMAS自动步枪,FAMAS结构非常有特色,枪机之余枪托内,全枪长度大大缩短了,长长的整体是描具体吧。 自带的两脚架,由于FAMAS采用无拖结构,机匣位于鱼贴塞处,抛壳方向可以左右两边变换。 三、伊朗KH-2002突击步枪,伊朗开发的突击步枪,本质上是无拖改造的M16KH-2002的短枪,挂非常适用近距离作战,但无法安装下全是武器。 四、FNF-2000突击步枪,比例时FN公司所制造的一种突击步枪,F-2000模块化突击武器系统的基础是一个紧凑型5.56毫米无拖步枪。 五、95式自动步枪,95式自动步枪,采用了无拖结构,缩短了全枪长度,弓弹具可通用,熔弹量大,可连续射击,具有猛烈的持续火力。 六、L85AE突击步枪,L85AE,属于英国无拖结构突击步枪,能选择开火模式,气压式上弹武器。 SA80实验本首先在1976年,被试用,并在1984年最终完成。 七、IMITR-21突击步枪,C-21是一款采用5.56星45MNATO弹药的以色列无拖结构突击步枪,在2002年后期,以8.8亿印度卢底,相约于1770万美元,从IMI购入大约3070支塔沃尔系列步枪,并且将其分发至其特种部队成员。 八、CR-21突击步枪,CR-21是一款南非无拖结构突击步枪,CR-21首次公布于1997年的马来西亚的军备博览会。 此枪采用一种类似SA80的无拖结构设计,只能够使用右手射击。 九、斯泰尔August突击步枪,是1977年奥地利公司斯泰尔曼利亚推出的军用自动步枪,是史上首次正式装备采用独牛式设计的军用步枪。 August是1970-1980年代中,少数拥有模组化设计的步枪,它的枪管可快速拆卸,并可与枪足中的长管、短管、重管互换使用。 10、21亚尔突击步枪,21亚尔是由新加坡国防企业新科动力、自主研发和生产的一支无拖结构突击步枪,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制式步枪,以上排名不分先后。 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